这个可怜的乌克兰女人叫安娜 她被黑社会控制 成为了一名小姐 每天都要接待各种变态顾客 满足她们的嗜好 如若反抗或者是业绩没有完成 将会遭到残忍的虐待 不仅身体被摧残 就连子宫也成为了组织敛财的工具 经常会有一些有生育需求的顾客 安娜就会成为一台代孕机器 在被囚禁的八年里 她生了八个孩子 全都被卖掉 暗无天日的生活 让安娜失去了希望 直到一个手捧草莓的男子出现 点亮了她的生活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幸福的时光 让安娜第一次有了逃跑的想法 可是还没开始行动就被组织发现 为了惩罚安娜 组织老大杀掉了草莓男 将她的尸体埋进了垃圾堆 失去爱人的安娜再次陷入黑暗 现在唯一支撑她的 就是生下和草莓男的爱情结晶 不过想要保护孩子不被送走 是不可能的 组织老大早就联系好了买主 安娜只看了一眼 孩子就被抱走了 爱人的惨死骨肉的飞泥 在双重的打击下 安娜终于决定站起来反击 经过三年的软磨硬泡 颤泊终于受不了 说出了买下孩子的顾客信息 接着安娜故意诱惑组织老大 趁她放松警惕通袭成功 然后带着老大所有家当 马不停蹄的来到了意大利 为了接近孩子 安娜在买主家对面租了一间房子 秘密观察他们家的一举一动 渐渐的远远的观望 已经满足不了安娜的相似之苦 她来到公寓 请求管理员为自己安排个工作 并承诺拿出薪资的30%作为回口 就这样安娜成功的在公寓做起了保洁 这对接近孩子又进了一步 在一次晚上丁烧时 安娜又发现了买主家雇佣的女佣 接着上班时故意接近 利用一切机会与对方亲近 很快就得到了女佣的信任 从她口中也得知了很多买主的信息 并在一次两人相约看电影时 偷到并复制了买主家里的钥匙 甚至在女佣扔掉生活垃圾后 偷偷拿回来研究 买主一家人的口味和喜好 又一天晚上 安娜看到买主一家外出离开 便拿着事先配好的钥匙进入住宅 想在这里寻找他们购买孩子的信息 很快就在照片中发现了端倪 一般情况下 女性的生育过程都会被记录下来 可是在相册中 没有一张女主人的孕妻照 很明显是有蹊跷 种种迹象都让安娜觉得 这家的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 而是他和草莓男的孩子 就在安娜专心致志寻找更确定的信息时 管家突然造访 心惊胆战之中 偶然发现管家突到金粉的事情 原来女主人是珠宝设计师 打磨手势时会有金粉落到工作台上 看着管家熟练的动作 很明显不是第一次了 安娜继续在公寓卖力的工作 寻找更加接近孩子的机会 终于这天清晨 再次邂逅了买主家女佣 从她口中得知孩子患病的消息 问题不严重 就是没有防御能力 别人欺负她不会还手 甚至摔倒也不会主动爬起来 安娜听后很是心痛 决定加快脚步 于是趁着女佣下楼时 狠心扮倒女佣将其摔下楼 成为了植物人 不出所料 买主家开始招聘新的女佣 而安娜因为之前做了充足准备 顺利应聘成功 进入买主家工作 从此安娜彻底的释放母案 不仅花重金为孩子买城堡 接她上下学 陪她看故事书 为她唱催眠曲 做她最喜欢吃的食物 还教会她学会反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两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女主人对安娜的能力也很认可 以至于在她有势离开时 将孩子完全能交给安娜照顾 对此安娜更是没有一丝怨言 欣然接受 并趁着女主人不在 打开了之前发现的保险柜 在里面发现了孩子的领养证明 安娜像是如获珍宝一样贴在胸口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她更加的确认 眼前的孩子正是她和草莓男的 接下来的日子 安娜继续全心全意地 扮演着妈妈的角色 为了彻底治好孩子的疾病 安娜用绳子绑住她 一次次将她推倒 又一次次让她爬起来 直到孩子学会反抗 安娜才搂着她心疼地哭泣 就在日子一天天过去时 不幸再次降临 这天刚从买主家出来的安娜 被两个身穿圣诞服的壮汉打结 身受重伤的她 只能投靠管理员 可对方不想多管闲事 担心牵连自己 于是让安娜尽快离开 迫不得已的安娜 只能用管理员 偷到金粉的事情威胁 才得以留下来 在向女主人请假后 安娜就静静地养伤 实在是小孩子时 就偷偷跑到学校 远远地看一眼 这天孩子被一个调皮的男孩欺负 他无助地趴在地上哭泣 安娜见状十分心疼 立马跑过去支援 谁知孩子自己站了起来 并勇敢地反击 打得男孩求饶地跑开 安娜看到这一幕 欣慰地笑了 养好伤后 安娜继续回去工作 可女主人已经不再信任她 收走了家里的钥匙 孩子也因为她长期地离开 对她很是失望 在一场时 安娜无意间看到了组织老大光头 这个她一直以来的梦魇 安娜想立马带孩子离开 谁知孩子不见了 安娜慌了 第一感觉是孩子被光头绑架了 她惊慌失色地跑回家告诉女主人 就在这时孩子出现了 原来孩子是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安娜 当初她不辞而别的感受 这件事后 女主人更加怀疑安娜 还在暗中跟踪她 发现了安娜一直去看望 摔成植物人的前女佣 以及住在自家对面的事情 与此同时 光头的出现也让安娜觉得此地不安全 便准备收拾行李离开 谁知就晚了一步 光头突然出现 威胁安娜将钱吐出来 否则绝不善罢甘休 就在二人争执时 女主人早上没来 她猜到了安娜的身份 警告她不要再打扰他们 说完就离开了 谁知第二天 女主人的尸体被警方发现 初步判断是刹车失灵坠入海中 当礼结束后 安娜跟随男主人搬到了新家 继续照顾孩子的饮食齐聚 本以为从此可以用女佣的身份 陪伴孩子长大 可灾难再次降临 警方在女主人的车里 发现了安娜的鞋子和居住证明 以及车子被人动过手脚 怀疑是安娜干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安娜向警方坎白了一切 就在前天晚上 她和光头在争执中 失手将其推倒 头部撞击到硬物 当场死亡 而在这之前 光头将女主人杀害 嫁祸给了安娜 虽然摆脱了一个嫌疑 却也难逃过失杀养的罪行 审讯中安娜向警方谈言 自己12年间遭受的非灵待遇 以及被当成待遇机器 生下9个孩子 而之所以来到意大利 完全是为了寻找和草莓男的孩子 随后警方找到接生婆对质 竟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当年 接生婆是被安娜逼急了 随口编了地址和人名 安娜不愿相信 警方又做了DNA鉴定 确定这个孩子不是安娜的 这个命运坎坷的女人 得知消息后痛苦万分 最终安娜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出发前 警方允许她与孩子告别 俩人约定经常写信 相互鼓励 勇敢地生活下去 最后安娜再次唱起了摇篮曲 等孩子睡着后 默默地转身离开 门口的长椅上 男主任目光复杂地望着安娜 俩人在远远的住室中互相道别 一转眼多年过去 安娜行满出狱了 那个孩子也长成了 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二人见面 相声一笑 都认出了对方 一切仿佛从未有过改变 血缘也显得不再那么的重要 这是来自高分电影《隐秘》 一个伟大的母亲 一部震撼的电影 两小时一直看得很揪心 在盗序中 逐渐了解了女主的内心与过去 最后为她伟大而坚强的母爱 感动到泪目 也看到了人性的黑暗 温暖与悲悯 十分的令人动容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欣赏原片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